哈喽大家好,我是做足疗的娟子 上期我给大家分享了如何约记事的视频 你们觉得我讲的不够详细 那么今天我再重新给大家讲一下 我尽可能的讲的详细一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你点赞关注一下 我非常感谢大家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 如何约足疗记事的视频 我们不说养生 因为很多客人他不愿意去约养生记事 再说约养生记事也不需要什么攻略 只要你给的金钱足够诱惑 一般都可以成功 而我们足疗记事做的是 比较正规的传统按摩 就是在按摩过程中 没有任何的色情服务 我们都是靠手艺吃饭 卖艺不卖身的那种 那么今天我把可以约的记事 分为三大类 约的程度也是逐渐递增的那种 第一种就是比较容易约的 第三种就是比较难约的 但是也不是说不可以约的那种 我们首先说一下第一种吧 第一种把它总结为比较缺钱的类型 这种女孩呢就是不管什么类型 但是呢你怎么知道这个技师缺不缺钱呢 这个是有技巧的 因为我们技师不会当着技师的面说心理话的 所以你不要带朋友一块去按摩 你要单独一个人去单独点他的钟 就整个按摩房间里只有你们两个人 这样就给你们说心理话创造了很有力的条件 这是第一点哈 第二点就是像我们不会说你第一次来点我的钟 你问我话我都跟你说真心话 不会的 所以你要经常去点他的钟 其实点钟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每个月都有点钟任务 再说点钟多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收入 所以你要是经常点他钟的话 就会很快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 这是第二点哈 第三点呢就是我上期在视频中讲到的 就是你们要尊重他的职业 不要对他动手动脚 如果这以下三点你都做到了 那么我感觉你们之间的距离已经 信任度已经很深了 就这个时候他就会跟你说他的心理话 跟你说他的真心话了 在这个时候你如果感觉这个技师是比较缺钱的那种的话 你就可以给他发红包呀 或者请他吃饭呀 带他逛街买衣服呀 你不要直接说约 因为就算是他想跟你约 他也不好意思直接同意呀 你要约他出去看电影 如果比方说他跟你一块出去了 看完电影之后 你可以再给他说开房的事情 一般只要你不是特别抠 一般都可以成功的 如果没成功 我感觉就是你的个人问题 或者是诱惑不够 这是第一种哈 然后咱们再说第二种 第二种呢 我把它总结为比较爱占小便宜的技师 那么如何知道这个技师是不是爱占小便宜呢 还和第一次一样哈 比方首先你要给他加微信 去点他的钟 其实有的时候在加微信聊天的过程中 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这样的女孩 打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比方说有的时候你问他吃饭没有呀 他说没有吃饭 他说你这时候你可以试探性的说 那我给你点外卖啊 如果他直接同意的话 我感觉这一类的女孩就是属于那种 比较按占小便宜的类型 像这样的话 你比方说你每次去点他的时候 你可以给他买点水果 适当的给他买一点女孩爱吃的零食呀 这样就很快会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 到时间你再约他出去吃饭看电影 然后再说到开房的事情 一般也都会成功 我感觉如果没有成功的话 就是他也许属于那种只爱占小便宜 但是还是很有底线的那种 这种女孩的话你约两次 如果没有成功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放弃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呢就是比较难约的这种 这种呢我感觉这种女孩的话 他就是比较缺爱的这种 像这种女孩如果能约到的话 其实并不需要花很多钱 但是你所花的时间和精力会很多 你要对他付出的真心比较多 像这种女孩的话 你不需要什么花言巧语 你只要做的足够多 一般都会打动他 打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你给他假如说买一千块钱的礼物 就不如你拿一千块钱 给他点一个月的外卖 我感觉你给他点一个月的外卖 会更容易打动他 他会感觉你很在乎他 你心里有他一直想着他 我怎么感觉我在教你们做渣男啊 但是我想说的话 这类的女孩的话 其实不能说这类的女孩 我跟你说的所有的这种 其实我其实都不想让你们去伤害他 我想就是你们如果真的喜欢他的话 才这样做 要不我感觉我就在教你们如何做渣男了 嗯 好了 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 非常感谢大家 可以关注我 谢谢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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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